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直被我们称为巴铁的巴基斯坦 在我国08年汶川地震时 巴铁更是几乎把所有的帐篷都捐给了中国 这无疑也大大加深了国人对他们的好感 近几年旅行业与交通的飞速发展 国内大量的人群选择出国游 而在这其中很大一部分人 由于对巴基斯坦的迷之好感而前往旅行 甚至平时大家经常在网络上看见 我国游客在巴基斯坦 当地人对国人游客一路开了一灯 这着实有些让人不敢相信 但这确实是真的 在巴基斯坦很多地方都会张贴中文的标语 以此来表达他们的热情欢迎 但很多国人在到达巴基斯坦后 发现一些便宜的酒店不让入住 当地人还说是为我们好 这是为什么呢 很多国人在到达巴基斯坦后 寻找旅馆时会与老板亲切的交谈 在他们得知是中国人后便劝我们离开 这意味着是酒店的问题 很多国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往往会怒气冲冲的找老板质问 但在了解了情况后 却纷纷对老板表示感谢 这些地段的酒店拒绝入住时 他们会建议我们选择高端一些的酒店 原来是为了给我国人提供一个更安全舒适的环境 最主要的是 这竟是当地政府的要求 所以他们也必须去做 他们也只能忍痛割爱 因此这件事在国内引起了国人很高的赞赏 大家纷纷表示 巴铁太够意思了 在巴基斯坦很多的景点 对中国游客都是免费的 而且在购物时 还会对我国给予一定的优惠 他们的友好行为 与一些东南亚的国家完全相反 由此可见 巴方对于两国的友谊的重视程度 也祝愿日后两国能联手走向 更辉煌的发展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要说拜拜啦 如果感兴趣的话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小可爱们 评论转发关注哦